医院刚做完核酸出来 近期要进脏的朋友一定要注意 进严谨 一定是需要48小时之内核酸的 建议在德青或者香格里拉提前做好 然后呢 手机公众号提前关注脏意通 在脏意通上面先申报 这会跟刚刚遇到的团分开了 他们也在下面做核酸 医院在那下面 我住的地方在那上面 一个大上坡 我的天呐 明明已经走完了 没想到最后这一段还要这么折磨着我 我这会好困呐 哎呦终于可以骑回我的摩托车了 就不用像徒步那么累了 哎呀走出来这个包给我背的 车子好像没电了 因为我进雨宫待了10天 到今天第10天了 然后这个行车记录仪好像一直开着的 这边酒店昨天给我打电话 说这个行车记录仪一直在叫 他把行车记录仪关了 才没有叫 有可能行车记录仪开了10天 然后电瓶亏电了 看一下打火好像打不着了 打不着了 打不着了 你看就这个行车记录仪嘛 它一直开着的 完了之后车子 电瓶亏电了 但是我带了一个接电宝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搞 待会儿跟朋友打打视频吧 我先开个房 开个房 因为今天晚上还要在这边住一晚上 核酸的话明天才能出来嘛 待会儿把入住办好了之后 给你们看看我带的什么好东西 看能不能把车子弄着吧 哎 带了个寂寞 你看吧 我带了一个这个 启动充电一体机 然后还带了接电线 结果呢 我没有带这个 我现在坐坐子扒不开呀 电瓶都接不了 完了之后 这边遇到了一个帅哥 帅哥说他帮我推车 太好了 看哦 这里是一个坡 如果推到坡上边 摩托车从坡上边滑下来的话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哎呦走到哪里都能遇到人帮忙 他那摔个喘的 哎 我们刚好住就住的地方是个坡 这个坡飞上来的 待会儿他帮我 骑着滑下去把车子打着 希望一次能成啊 哎 哎呀 你把油门稍微给点给油啊 给油给油给油 你直接往下溜给油 给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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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油 然后停停下来之后给油 哎 失败了 失败了 推车太费人了 然后这个酒店的老板 帮我联系了这边的修车铺 让修车铺的给我送工具下来了 所以说啊 女生出门魔旅 不管会不会修 一定要带一套工具 等我车子好了之后我立马出去找工具 买一套 背着 因为他这个车的工具全都是六角螺丝 而且是那种梅花六角啊 所以就比较不方便 这里老板帮我找了一下也没找到 这会儿不推了 等着吧 他来了 他来了 他带着六角螺丝走来了 救星呐 哎呀看来我自己我还是得带 带点这个工具 对不然的话你看车子没电了 自己有东西 自己有东西都搞不了 幸亏啊 不是吧这是那个啥 这可以打气可以那个啥 可以打气 对这个东西可以打气 可以充电 你把那个搭一下应该是就可以 搭什么地方啊 就搭这里 那颜色颜色有区分吗 这红色 红色对红色 黑色对黑色 对黑色 加上就行了是吧 那边是不是 哎哎哎 车子响了是吧 车子响了 车子打着了 让他在这启动一下吧 还是得背点这种工具 接待站就在上面啊 你在这边开接待站的 对啊 我就这里搞接待站的嘛 得新鲜的吗 对啊 什么接待站 就是小李摩托车接待站 小李摩托 对啊 哎 我带你 我 刷了 刷了好几次了 知道知道这个 知道这个接待站 就是我啊 行 谢谢你了啊 好好好 好好好 好 车子起着了 然后 麻烦这个接待站的老板 专门过来给我送了一趟工具 我问他多少钱 也没收钱 这一路上真的就是不停地在背人帮 你看吧 今天早上从 雨冬 出来 客栈老板 看我一个人背那么大个包 非把包给我往处背了十几公里 什么概念 我那么大个背包 四十斤 然后出来又遇到那个徒步团的坐他们车 他们也没有收钱 给他们钱 他们都不要 然后到这边 这个澳门的大哥又帮忙推车 再到现在 这个接待站的老板过来给我送工具 真的出来之后啊 在路上感受到的善意真的太多了 咱们没有办法去回报别人 真的只能将这种善意传达更多的陌生人 所以说在路上基本上遇见人啊能帮一把的帮一把将这个善意继续传达下去 and人家法旅行 谢谢观看